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MASCO中的函数 学到了我们系统函数的一个使用 那接着呢 这节课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MASCO中 索引的一个使用 那在讲解索引的过程中呢 我们主要讲解什么是索引 以及如何来创建 和删除我们的索引 那涉及到索引的其他内容呢 我们会在MASCO的高级课程中 来给大家讲解 像如何通过索引来优化 来提升我们数据库的性能 以及我们经常如何来创建这些索引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索引 那其实索引呢 是我们数据库中的 一列或者多列组合而成的 它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可以来提高 我们的数据的一个查询速度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我们这个手机中的通讯录为例 当我们想检索某个人的信息的时候呢 或者说某个联系人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需要 假如说你有一千位 一千个联系人 那接着呢 你需要查找某个联系人 从头读到尾 一直找到你找到的这个联系人为止 但是呢 如果你要建立索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联系人的姓氏 可以通过这个字母快速检索到 我们想找的这样一个联系人 而不用读取所有的联系人的信息 那这其实呢 就是一个索引的应用 那我们的索引呢 也是建立在我们的数据表上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知道 首先呢 通过索引 通过索引的创建 可以提高数据的一个检索速度 这是它的优点 那有优点呢 也有缺点 就是我们需要 在创建和维护索引上 耗费我们的时间 包括耗费磁盘的空间 那所以呢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查询速度 但是呢 也会减慢我们的写入速度 在MASCO中 不同的存储引擎呢 可能支持不同的索引 那索引呢 分为我们的这个 Btray索引和Hashi索引 这个在以后的课程中 我们也会讲到 那像我们的InnoDB和 MyICM这个存储引擎呢 支持Btray索引 像Memory存储引擎呢 它就支持Hashi索引 和我们的Btray索引 但是呢 它默认的使用的 也是我们的Hashi索引 这一点 简单的有个了解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MySCO中 一共有哪些索引 首先呢 有我们的普通索引 那普通索引呢 就相当于建了一个 书签的一个意思 通过我们的普通索引呢 也可以快速的 查找到我们的数据 第二个呢 唯一索引 那唯一索引呢 其实我们也用过 在讲完整性约束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过UniqueKey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唯一索引 包括主件呢 也是一种特殊的唯一索引 那建立唯一索引的时候呢 这个字段的值 就不允许重复了 那接着再往下 全文索引 那全文索引呢 我们可以通过FullText 来指定我们的全文索引 但是呢 全文索引在创建的时候呢 只能创建在我们X VX或者Text的类型的 这样的字段上 也就是我们的字符列的字段上 而且在我们的5.6之前呢 只有买SAM 才支持我们的全文索引 到了5.6以后 我们的InnoDB呢 也可以建立我们的全文索引 但是注意 只有我们的这个内容 全是英文的 才可以使用到我们的全文索引 像中文的这样的形式 就可以用不到 那以后呢 我们也会通过斯文克斯 来代替我们的全文索引 再往下 还有单列索引 单列索引呢 其实就是在一个字段上 创建的索引 创建一个普通的可以 唯一的也可以 也可以是全文的 那现在呢 只是在一个字段上 那对于多列索引呢 就是在多个字段上 来创建我们的索引 但是呢 在使用的过程中 也需要注意 一定是第一个字段 被用上的时候 才会用到你这种索引 这个以后也会说 最后呢 还有空间索引 那空间索引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 用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通过spatial 来创建我们的空间索引 而且呢 你的空间索引 要求我们的字段数据类型呢 也一定是空间类型 像jmerity 或者是point等 这个呢 用的比较少 一会呢 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就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有了这么多索引 我们如何来创建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来创建 第一种可以在键表的时候 来创建我们的索引 第二个呢 也可以在已存在的表上 创建索引 那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键表时 先来创建一个普通索引 来一个例子 首先看一下 有哪些表售tables test3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可以来 test4开始 来一个index索引的文件 index4 创建普通索引 简单看一下 如何来创建这些索引 create table test4 接着来一个 id tinynt send 再来一个username 写成一个vx20 那现在想创建一个普通索引呢 就可以通过index 加上一个或者key 加上一个索引名字 我可以写成一个in id 当作我们的索引 后面括号中是字段 给哪个字段 添加普通索引 接着再来一个username index或者是key 来一个in username username 那现在呢 这是我们索引的名称 以后呢 我就可以根据索引的名称 来删除指定的索引 可以看一下 成功 接着查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写成一个test4 就可以查看到 我们创建的这个普通索引 这是索引的名称 这是字段 好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在 键表的时候 创建一个唯一索引 那唯一索引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用过 可以通过uniquekey来创建 创建唯一索引 create table test5 来一个id tinynt and send autoincrement key 这是组件 其实呢也是一个特殊的唯一 所以 再来一个username vx 写成一个20 notnot 写成一个unique 你可以省略掉这个key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这种形式 唯一性约束 接着还可以再来一个card 身份证号 写成一个vx或者x 18 notnot 你可以通过uniquekey 起身一个名字 写成一个uni card 接着给card字段 建立这样一个唯一性 所以也可以 我们把它创建成功 来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test5 那接着你看到两个唯一性 所以一个表可以有多个唯一性 所以但是只可以有一个主件 所以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呢 我们还可以来创建一个全文 所以 全文 所以 在我们的mysocko5.6以后 我们的innoDB也支持我们的全文 所以你可以写成一个create table test6 来一个id tinynt send autoincrement key 主件 再来一个username 写成一个vx20 notnotunique 再来一个dic 或者是userdic 个人简介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选用vx20 notnot 接着我们来通过fulltext 来创建我们的全文 所以你可以加上index 起身一个名称 写成一个ful 接着写成一个userdic userdic 来创建我们这个全文 所以 那现在没有指定存储引擎 默认是innoDB的 来查看一下 showcreate table test6 一个全文 所以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没有问题 那最后呢 再来试验一下我们的单列 多列 以及我们的空间 所以创建 单列 所以 也就是在一个字段上 创建 所以你可以创建一个普通的 包括创建一个 唯一的也可以 以及你的全文 所以也行 第七个 idtiny tiny send auto increment key 再来一个test1字段 写上一个vx20 notnot test2字段 稍微复制一下 来几个字段 2345 我们在创建随眼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index或者是key 提升一个名字 mul的test1234 test1 test2 test3 或者简写写上一个t1 t2 t3 来创建我们的 所以 test1 test2 test3 多个字段 单列 所以我们先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普通 所以是一样的 写成一个index testin test1 这是创建一个单列 所以 创建一个单列的普通 所以 其实呢 和我们建立普通 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那唯一的 我就不带着大家来测试了 你看到 一个普通的所以 那接着来创建一下 多列所以 把它简单复制一下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test8 接着呢 所以名字 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普通的 写成一个 mul t1 t2 t3 test1 test2 test3 你看到 这个索引是在多个列上 创建成功的 其实呢 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何能验证这个索引 是否已经被使用了 你需要使用到第一个 索引才可以 这个呢 在我们的后组 在我们的后续课程中 也会给大家来讲 成功 查看一下 test8 key mul test1 2 3 你也可以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8 你看到 这是一个联合 缩引 或者叫复合 缩引 也可以 三个字段上的 那接着再往下 也可以创建一个唯一性的 把它复制一下 写成一个9 稍微改一下 变成一个uniquekey 再来 成功 show create table test9 你看到 一个唯一性的 联合 缩引 也成功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我们的空间 缩引 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就可以 那这个空间 缩引呢 用的也比较少 我们可以 看一下 注意 我们用的一个数据 类型 必须是我们的 空间数据类型 创建 空间 所以 create table test10 来一个id tinynt send autoincrement key 再来一个test字段 写上一个 j merit ok 接着呢 我们可以通过special 来指定我们的这个空间 所以 但是注意这个空间类型 一定是仅止为空的 写成一个special index index 提升一个名字 spa 下滑线 test test 的字段 注意 我们的存储引擎呢 也一定是 inno 是mysam的 成功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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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able test test 你看到一个空间 所以就创建成功了 包括你查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一个空间 所以 这是一个显示的是一个普通 所以 数据类型的是一个空间类型 还有像我们的point等等 也可以 这个呢 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用的比较少 这是第一种形式 在建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创建这个所影 这几种形式的所影 同样的你也可以指定所影长度 那这个呢 以后我们再来说 涉及到优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 第二个 我们还可以在已经存在的表上来建立所影 那接着呢 我们先不看这一个 先把之前的所影删掉 我们就可以通过删除所影的形式 通过 job index 加所影名称 来删掉我们的所影 on table name jobindex 所影名称 这时候你的所影名称 就可以用得到 在哪个表上的所影呢 on 表名 我们先删一个 再通过已存在的表上 建立一个 来实验一下 好 那首先呢 先来删除第一个普通所影 删除test3 test4的 叫做inid 我们在这来写 jobindex 写成一个username 2 test4 表名 第二个普通所影也删掉了 再来查询一下 你看到 所以已经没了 包括查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也已经没了 这种形式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另外一种形式 来创建我们的所影 两个都可以 可以通过 createindex的形式 来创建 也可以通过 alter语句 来添加我们的所影 那接着呢 我们先实验第一个 来创建一个普通所影 createindex 所影名称 on表名 接着可以指定一下 我们的字段名称 这样的形式 createindex 接着on表名 test4 字段名称 你可以写成一个 所影的名字 你可以在这 加上一个所影名称 如果不加的话 会默认的 给你创建一个 所影名称 我写成一个in id on test4 在id字段上 来创建一个 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成功 showcreate table test4 你看到 普通的所以 已经创建成功 那接着我再把第二个原来的这个所以也加上通过我们的alter语句 altertable表明 add一下 所影名称 add一下index加上所影名称 接着来跟上你的字段名称 也可以 看好了 alter表明 table altertable test4 接着 接着 add的关键字 index 可以加上一个所以名称 inusername 接着呢 接着呢 是un 我们的表明 所以名称 接着是字段名称 没有啊 字段名称 咱哪 在哪个字段上 来创建我们的所以 username 你看到 你看到可以了 成功 show create table test4 两个又出现了 这是第一个普通所以 那接着再往下呢 再来创建一个唯一所影 我们先把这个唯一所影删掉 alter语句也可以删掉我们的唯一所影 或者呢 你通过drop语句 我们通过alter来实验一下 test5 dropindex加上所影名称 unicard 来把它删掉 unicard test5 不是4 是5 表明错了 爆的错误信息呢 也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一个所影 不存在 成功 那你再来查看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 test5 你会看到 我们cut这一列的唯一 所以已经删掉了 接着再来 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删掉一下 写上一个 jobindex 所以名称是 username 2 test5 也可以 两种形式 都可以来删除掉我们的所影 再来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5 你看到都删掉了 那接着我们再通过两种形式来添加一个唯一所影 先 create table create uni index 你看到可以在创建唯一所影的时候 create uni index 加上一个孙影名称 on表明 其实就是看你要创建什么形式的 所以名称写上一个username或者uni username 二 表明 表明test5 哪个字段呢 username字段上 来试验一下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5 一个 唯一性 所以创建成功 或者通过show create table test5 也可以看到 按照你起的这个孙影名称来创建的 接着再把card字段也创建成功 create 写上一个uni qe index uni card 我们通过下一种形式 alter table test5 add uni qe unique index unique index 接着呢 加上你的孙影名称 写上一个 uni card 哪个字段呢 写上一个card字段 也可以 再show create table test5 也可以看到 一个uni qe 已经成功了 接着再往下 创建 全文索影 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 再来创建 简单的把这四个过一下 drop index 写上一个 full user dnc 2 test6 成功 再来show create table test6 一个 唯一性的 一个全文索影 就已经删掉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添加一下 通过 create create for text index for user dnc on 表明 test6 哪个字段呢 user dnc 使用两种形式都可以 我们就选一种就行了 成功 再show 再show一下 你看到一个全文索影又创建成功了 那接着单列索影这一个我就不带着大家来试了 已经测试过了 包括多列索影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先删掉 alter table 表明 test8 drop index 加上一个mult t1 t2 t3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8 show create table test8 也已经成功了 都已经删掉了 那接着我们再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上面是通过create 这次通过alter 来添加这样一个形式 alter table test8 add index 写成一个mult t1 t2 t3 哪些字段呢 test1 test2 test3字段 也可以 可以 好 粘贴一下 test doesn't exist in table 稍写了一个3 成功 再来查看一下test8 你看到 show create table test8 一个多列 所以就创建成功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最后呢 再简单的实验一下这个空间 所以 先删掉一下 job index 所以名称 sp test test2 test10 最后一个 成功 再来查看一下test10 已经不是了 show create table test10 可以看到空间 所以删掉 那接着我们可以再来添加一个 alter table 表明 或者是create index create special index 所以名称spa test on create special index 接着呢 我们来 on 表明 加上字段名称 test10 在哪个字段呢 test字段上 好 看一下 也成功 show create table test10 一个空间 所以又创建成功了 那接着你看到这几种形式的创建包括删除已经带着大家来过了一遍 那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一块也要好好的看一下以后呢我们还会学到这个所以那在这呢再简单给大家提两句 那我们如何来创建所以呢那首先呢为我们经常像需要排序的分组的或者联合操作的字段上来建立我们的所以 这是建立所影的一些基本原则像你经常order by group by 包括unit的字段你可以来建立我们的所以 或者说就拿我们这个 每个表中都有一个主件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主件所以 一般的我们也会创建 也是还有需要 记住 给我们经常查询操作的这个字段来建立所以 但是呢不是所以的数目越多越好 有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呢还是需要涉及到我们优化的时候再来说 而且呢我们的所以字段长度呢尽量的要少 这个呢也是涉及到优化 而且尽量要使用我们的前缀所以可能大家现在也不太了解 后续课程呢都会带着大家来测试来测试一下千万级别有所影和没所影的一个区别 以及如何来解决我们的瓶颈问题 最后呢当我们某些所影不使用的时候 你要删除掉我们的所影 如果你要创建所影的时候 当你要插入大量数据或者更新大量数据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先把所影金融掉 当你更新完毕之后呢再开启你的所影 或者说你先把所影删除掉也可以 等更新或者插入完之后再来添加我们的所影 否则呢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来维护我们的所影 简单的先给大家提几句 重点是创建包括删除所影 好那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个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